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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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亞太商情 我是陳彥竹 帶您來關注一下 今天的焦點 日式有機構 最新的公佈的這個數據顯示 上海今年已經取代了香港 成為亞洲生活成本 最高的城市 那麼也有多項的商品 和服務價格 都錄得了亞洲最高 瑞士寶盛私人銀行 近期公佈了最新的統計數據 今年瑞士寶盛亞洲高端生活指數 整體上升2.91% 創下指數創立以來的最大年漲幅 該指數已經年續8年保持上升趨勢 凸顯出來亞洲消費者 對高端商品和服務的強勁需求 以美元計算 指數涵蓋的 11個亞洲城市的22個項目中 有16個項目均有所上升 在價格加權的基礎上 上海今年取代香港 成為亞洲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在統計的22項商品和服務當中 上海在包括住房 名表 葡萄酒等6項中 均度得了最高價格 而香港一籃子商品和服務價格 同比上漲2.2% 大部分項目價格保持穩定 因此其生活成本排名 由去年的第一位跌到了第三位 新加坡入選了今年亞洲第二昂貴的城市 以美元計算 新加坡一籃子商品和服務價格 同比上漲5.4% 主要推動因素是高爾夫俱樂部匯集 和酒店套房價格的大幅上漲 有分析就指出 伴隨著經濟的起伏 全球奢侈品行業時勝時衰 而亞洲尤其是中國市場 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近期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但仍然處於高水平 目前談論中國消費需求增長趨於飽和 仍然言之過早 亞台第一位視綜合報導 今天節目時間我們邀請到的是 金立峰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 黃德基先生 就財因關注點來進行解析 DK歡迎您 我們看到這個22項的 商品和服務統計的數據當中 上海的包括像有手錶 珠寶 還有這些女士手袋的價格 都是最昂貴的 最愛的 對 那麼中國現在發現 高端消費群體非常的龐大 而且消費實力很強勁 那麼您認為在未來 中國的這些高端消費群的 經濟的增長 會不會成為 亞洲經濟發展的 最主要的一個增長動力呢 其實過去差不多10年以來 我認為 這是已經取代了 過去80年代日本 跟過去其他的亞洲的國家 領先的消費國的地位 你說過去幾年 當然有一段時間 因為反貪服務等等的問題 不過這是因為真的國家 就是富起來了 很多就是女生們 也是愛漂亮的包包等等 所以就是對於一些 奢侈品的需求還是蠻大 當然你剛才提到手錶 就是女生們最愛的包包 其他還是有不同的價格 有一些真的非常昂貴的 好像什麼陀飛輪 幾百萬一個手錶 不過還是如果說 比如說一般來講 我們說是一些 這是意大利 怎麼樣一些的品牌 他們這是熱門的門檻 有一些也是不算太高的 我們看得到 這是比較中價的一些的 著名品牌的增長需求 還是蠻大 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 有一些我們說的是快速的實裝 就是fast fashion 這一個就是 就是結類的這個品牌 在內地市場的增長也是蠻不錯的 所以就是對於全球 各國差不多所有的品牌 中國市場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如果說 不論是快速實裝的品牌 或者是真的一些一線的 就是最有名的就是 限制式的 製作品牌 以及一些著名的品牌 他們也是對於 就是中國的市場是非常關注 這個已經肯定是事實 因為在過去差不多十年以來 就是中國市場的增長也是最快速 當然我們看就是 銷售的這個情況 不單止就是在看這個大中華 或者是內地本土的銷售 因為在比方很簡單 在法國 在意大利 也有很多就是內地的就是旅客 到當地去購物 所以就是他們就是當地的一些消費 就是營業額也是有部分 是來自於中國的這個消費者 所以這個是肯定 未來就是你可以得到了 就是中國市場的品牌 你就要上一座 就是那麼簡單 其實我們看到 您剛剛也提到說 女孩子比較喜歡買包 買豬表 買手表 那麼其實今年的報告 也特別聚焦了這個 亞洲女性的這個經濟為主題的 而且我們看到有些數據上說 這個中國奢侈品的消費當中 其實女性的佔比 從95年的10%現在激增到50%了 而且高達85%的日本女性 都至少擁有一件這個LV的產品 他們可能認為這個奢侈品的消費 已經是自身形象的一個長期投資了 那麼您認為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當中 這個女性會不會成為一個 這個奢侈品消費最主導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群體 哎呀 我的感覺上已經是了 剛才你提到其中一個法國的品牌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跟你剛才提到的品牌 是一樣的昂貴 一樣的受到了女生們的喜愛 好像這個艾瑪斯 其實幾個個股在過去 差不多十年前了 就是我有一本書呢 我就推薦有一個股份 如果是女生一定要買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對沖 你就是消費啊 買包包的這個 這個消費就是 你就買這個股票 就是你最喜歡的這個品牌 艾瑪斯是你喜歡的嗎 你就買它的股票 因為為什麼你要給幾萬塊 去買一個包包 你也感覺非常的良好 因為我可以買得到 已經很高興了 所以這個個股你這樣一定要看 他們的毛利率是非常的高 所以過去這十年 它的增長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如果回答你的問題 女生們已經成為了 就是奢侈品的消費市場 一個最主要的盈利的來源 因為這男生們當然也有 也有這手提包 不過呢不需要那麼多 其實我也很喜歡去購物等等 不過呢還是女生們的 購物的選擇比較多的 好像你看化妝品啊 一些的就是剛才提到的一些包包 而且還有其他的配色 其他一些就是男生都沒有的 所以呢還是賺就是女生的錢 應該是比較容易一點 好 那我們其實看到 其實還挺有趣的 有一些現象現在在內地 就發現其實有一些內地的這種 當地的獨立設計師的這些品牌 還有包括一些輕奢的這些 設計師的作品 也很受這些年輕人的追捧 那麼你覺得未來 比如說我們自己國內的這些品牌 有沒有可能在全球市場上 都佔據比較重要的份額 甚至是有可能未來會挑戰這些 著名的這些奢侈品品牌 我也很希望就是有這個空間 當然呢如果說現在就是內地的 卸計師呢 不論是實內卸計服裝的卸計 Fashion Designer 他們很多已經有很高強的實力了 有部分中國的卸計師呢 其實他們也是在剛才提到部分的 意大利亞什麼法國的品牌工作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 好像有一些中國的就是很有名的卸計師 他們已經為好像德國一些著名的 汽車好像寶馬生產一些汽車呢 卸計一些汽車成為了一個總卸計師呢 服裝品牌好像還是沒有就是太多 這一些的例子不過已經慢慢就是 越來越多就是中國的面孔 在這個全球的這個 就是服裝的天橋的這個舞台上 所以呢未來應該有這個機會跟空間 好的那我們看到這一份報告當中 雖然說上海現在已經是全這個亞洲物價最貴的城市了 但是呢單從樓價來講的話 香港還是整個亞洲最貴的 那但是最近香港樓市也出現了一些跌幅 那麼對2019年這個香港樓市您怎麼看 您覺得還會不會繼續下跌 我認為有機會最主要幾個原因 就是第一呢這是我們看到一個很明顯的這個 這個情況就是當美國不斷地加息 最後呢上一次香港的大銀行小銀行 已經跟隨上條我們說的P 就是最優惠的利率 所以呢往後的就是美國每一次上條 這個聯邦資金目標利率 香港的銀行也是要跟隨 大家也知道了大部分香港的投資者呢 就是買房子的時候就是貸款 這個利率的上限都是跟P有關 所以就是簡單說加P的時候 我們就是這個還款也可能要還多一點點 這個也是對於房地牆市場的這個氣氛 或者是整體為什麼最近香港的房價 也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也是主要的原因 還有呢就是過去有部分的發展商 把這個單位就是越賣越小 這個平均價越賣越高 這個很不健康的這個情況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真的要調整 所以呢就是過去出現一個越賣越小 這個平均價越賣越高的這個情況 肯定就是一區不復帆了 對啊 好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最近看到這個 這個有消息已經傳出來說這個護輪通 在12月中可能就會開通了 那如果一旦開通之後 您認為這個A股市場的這些投資者 他們通過護輪通去投資 這個歐洲的這些股票 那可不可能會比投資這個港股市場上的 這股票更具有吸引力呢 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第一呢就是內地投資者 對於香港上市的大部分的股份是比較了解 因為這些股份基本上就是內地的公司嘛 對 所以呢就是還是就是如果去到了這個 比方說倫敦 他們的時差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呢我覺得還是非常好 就是給投資者多一個選擇 不過呢我覺得還是就是港股通 應該就比較受到了內地投資的歡迎 好的非常感謝DK分析 好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就先結束了 更多資訊呢可以瀏覽ONE TV的官方網站 和微信公眾號 感謝您的收看 再次感謝DK做過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期再會 拜拜